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昨天小弟節目重播 是因為要去工會上課 工會大部分都是禮拜六休假上課 偶爾他也會怎麼樣 安排一個非假日上課 所以小弟的節目昨天就重播 並不是因為昨天玉籠下跌 好不好 網路上有很多的豬腦袋 以為自己是神通 什麼都知道 像這種白癡的人 講的話PO的文 根本不用理他 明白嗎 我們人一樣來到這個世間 但是一樣米養百樣人 在網路上衝刺著豬腦袋 你知道嗎 他們每天就是做鍵盤俠 躲在陰暗的角落 然後也不敢用自己的名字留言 那種在我看都是廢物 他們講什麼根本連甩都不用甩他們 有些人很在意看得氣呼呼 我的個性根本不會 反而在我眼裡面他們都是舔狗 什麼叫舔狗 就是乖乖要收看谷海老船長的節目 不看他會死啊 他會很難過啊 對不對 看了以後想要發表一些胡說八道的言論 讓我看的會怎麼樣 我根本不會怎麼樣 在我心裡面他們就是白癡嘛 對不對 好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指數 再創歷史新高 好樣的 各位看到沒有 老船長你有預告嗎 我當然有預告啊 我在一萬九千多點我就說 兩萬二指日可待 各位記不記得 老船長這一點我們可以幫你做證人喔 我們看你的節目雖然你沒有在帶旗子會員喔 但是喔你講這個指數喔超級無敵神準 沒有錯喔 這個我敢公開的講啦 我說我第二沒有人敢講他第一啦 那老船長你為什麼不帶旗子會員 因為我不想要帶這種 我心裡面覺得是帶賭博的東西啦 當然很多人說啊那不是啊 我跟你講旗子喔 應該講旗貨旗貨的發明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避險 各位聽得懂意思嗎 就是以前一個玉米的農夫啊 他種了玉米之後呢 他怕收成的時候玉米沒有好價錢 所以呢就有旗貨 這樣的一個金融商品的誕生 可以保障這一些農民 因為農民他不是要賭嘛 他只是需要溫飽而已 所以呢他藉由期貨 可以保障透過期貨的避險 來保障他的玉米收成 不會因為怎麼樣到時候價格變得很差 一整年都等於白做了 明白嗎 所以期貨本身它的功能是從避險開始 可是衍生到今天 今天都是在操作啦 輸贏嘛 所以在我看避險的功能已經 不大重要了 97% 根據統計都不是避險 真正避險只有3% 所以我就不帶會員操作台紫期 這麼多年都一樣 我早就有雙證照 其實我是三證照 全國唯一一位分析師 連對岸的證券分析師 我在N年前之後已經考上了 只有我一位 檯面上沒有第二位 有的他唬爛了 叫他把證照拿出來 我知道有人在唬爛 他根本就沒有好不好 那我看這個指數2萬2 結果那天到了 前天到了2萬03點 我坐在這邊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說你小心喔 台紫期過了2萬一堆人開始空 空到現在大概已經無家可歸啦 那2萬2千看到了台紫期 指日可待老船長講的 我馬上在節目上就說 你不要去空他喔 我說他會超漲 會再漲怎麼樣 一咪咪一丟丟 不管怎麼說 他一定會再越過2萬03點 我有沒有先講 有喔 那我的憑據是什麼 三個字 台積電 各位 台積電上去了 所以你看今天加權指數喔 有沒有 我給你看一下喔 我們看加權指數 對 上去 所以完全是台積電 看測標一個人的50嘛 對不對 我判斷台積電會更上一層樓 所以2萬2003點 它就不是台北股市的歷史高點 對不對 老船長 你這麼神准喔 我再問你啊 接下來指數怎麼樣 我幹嘛每天跟你報告 你又沒有交錢 對不對 我如果說錯你就笑我白痴 我說對了對我沒什麼好處啊 是吧 能夠一路準到現在已經很了不起了 我這邊我只是提醒各位一下 這個叫加權指數 紅K 上影線 台積電 黑K 上影線 所以台積電出現黑K的時候 在高檔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注意喔 注意喔 很重要 我講三遍 來 這邊台積電有沒有 黑K下來 有沒有 這一次會不會再壓下來 我覺得機會很大 光是今天台積電 就套死一堆人 最高來到935 收盤收919 成交量 放大到55000多張 這一張是90幾萬喔 不要亂來喔 所以說台北股市今天的成交量 各位看到沒有 來到多少 5000多億喔 5169億喔 就是因為台積電一個人的50啊 對不對 那資金都被台積電吸心大法吸去了 再加上今天還有助攻的喔 2303聯電有沒有 聯電平常不漲的 今天98000多張 聯發科 聯家軍今天都飆了 13000多張 欸 這一張是130幾萬欸 聯發科大漲 對不對 還有一支 也是重量級的紅海 看到沒有 郭台銘快要退休了 今天收192 明天如果到200 郭台銘就要退休了 不能工作 沒有啦 開玩笑啦 他是說到200他就怎麼樣 放心的 交棒 他現在你不要看董事長是劉良緯 但幕後的那個吳英哲 還是郭台銘 郭董 那麼他應該到紅海200的時候 他就可以完全放手了 因為怎麼樣 他對於股東的 小股東的承諾 終於 終於做到 經過了十幾年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那也其實蠻不錯的啦 紅海畢竟 讓很多投資朋友 這個賺錢 你報的越久 賺的越多 但是要撐過這一天 就這一天 這一天 這一天 在騎漲之前賣掉的 現在已經叫救護車了 欸 這個叫1300多億的股票 你以為只有3億對不對 所以現在時代不一樣囉 越大支的好像越會漲 你看紅海有沒有 哇台積電 你以前都以為這是股本3億5億的小標股對不對 不對 現在變大型的 那當然啦 這個資金都被這一些超重量級的大股票吸去了 那自然其他的股票就深多周少 對不對 那大家怎麼樣 要非常小心 有一些股票還在破底 對不對 我今天要特別提出一個觀念 是電視機前面 網路 手機前面的朋友 你們都搞錯啦 老產黨真的嗎 講講看 你是不是常常聽人家講 我買股票要買底部進場 沒有錯吧 啊什麼是底部啊 我就問你嘛 台積電哪裡是底部 這裡是底部嘛 對不對 現在看這邊是底部嘛 那你就永遠不要進場啦 它現在已經在這裡啦 對耶老船長 所以底部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長線來看 那底部就是起漲點嘛 那它標了一段 你這輩子永遠不要做這一支股票 除非它再回來嘛 對吧 所以你們花了很多錢 去學技術分析 學到了一個什麼 學到一個豬腦袋裡 因為你的老師他也搞不懂 啊我們現在 這個代會員都買底部進場的股票 底部是什麼 他自己腦袋也不清楚 這個叫做底部 這個叫底部吧 對 宏達電是叫底部嗎 過一陣子應該就破下來了 它就不是底部啦 對耶老船長 所以底部 往往是我們事後來看 這邊是底部喔 沒有錯喔 明白了吧 那事前呢老船長 事前你要讀讀看 有人跟你說這邊一定是底部 那個人一定是金光檔的 我跟大家講 我這一生在股票市場 我就學會三個字 你想不想知道 你想知道你現在先麻煩幫我按讚 節目看了 看到這邊跟我同步有感覺 欸我講話你認真在聽 表示我講得很吸引你嘛 對嘛對不對 你也曾經有這樣的感覺嘛 那你很好奇 老船長一輩子在股市 學到哪三個字 按讚啊 欸老船長我們按了啦 好啦 我告訴你 你把這三個字寫在臉上 都不要洗臉 叫做不一定 所以我每次我在聽人家演講 就有時候我們也會去聽人家演講 啊這個一定怎樣 我說啊這個金光檔黨主席 股票市場有一定的 你告訴我 趕快啦跟我講 股票市場哪裡有一定的啦 如果股票市場有一定的 那就發財了 聽得懂嗎 都是不一定 台積電明天會不會漲 一定漲嗎 不一定嘛 鴻海明天一定跌嗎 也不一定啊 所以投資它一定有風險 這個風險就是我們預測的 跟結果不一樣嘛 這樣你懂了吧 但是台灣的頭顧老師 絕大多數中的絕大多數 在節目上呈現的 表演的都是叫做 一定 你只要跟著它操作 一定大賺 他每天上節目講的股票 一定大漲 永遠漲停鎖住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詐騙 絕對就是詐騙 但是因為台灣是詐騙的天堂 所以這些老師可以活這麼久 還在繼續的騙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就證明給大家看導播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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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剛剛節目休息時間 這個攝影大哥 他不服氣啊 我說不一定 他說一定 我就說什麼是一定 他說AI是台股的主流一定 好 那相信的請舉手 哇 輪山輪海啊 摸摸死啊 現在是準備打臉 谷海老船長嗎 那你就錯了 老船長 AI是台股的主流沒有錯啊 一定啊 那我問大家 把這一句話轉化成 股票市場的操作 才有意義吧 對啊 老船長 那就買AI啊 AI裡面 IC設計主流中的主流啊 股王啊 曾經是股王啊 3661啊 對不對 AI是主流啊 買就對了 不會錯 是 哪有一定啊 所有的都是衝刺者不一定啊 黃仁勳來 對不對 台北股市的AI相關個股 一定會漲啊 主流啊 來 對啊 一定漲 破底 偽創 夠主流了吧 所以我這一生在股市 我得到的答案叫不一定 那不要說期貨市場 那簡直是不一定中的不一定 在我看就是賭博的成分很大 所以我一直不帶期貨會員啊 但是我大盤看了省準 我再講一次 我說第二沒有人敢說他第一啊 你叫他拿證據來啊 我在一萬九千多點 我說兩萬二指日可待 就兩萬再加一成啊 看什麼 看台積電就知道了 結果我省準 到了兩萬二千零三點啊 我告訴你 前天我才告訴你 這個盤還會再漲 對不對 昨天我節目重播嘛 就今天你看看指數到哪裡去啊 已經到兩萬多少點了 各位看 自己用眼睛看啊 兩萬兩千幾百點啊 有準嗎 接下來呢 我跟你說台積電可能要怎麼樣 要壓回修正 他因為要洗籌碼嘛 對不對 他創歷史新高 敗筆今天留黑K了嘛 他可能要壓回整理洗再上嘛 外資看一千兩百多塊嘛 那個價錢是絕對不會來的 你放心 外資看了沒有一次準 外資看什麼股票會跌在哪裡 那個也不會來啦 參考一下就可以 或是當笑話看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說 股票市場如果有一定 你就操作給我看 我現在買這支股票一定賺 哪一定啊 巴菲特買股票也會賠啊 你說我今天買這支股票 我一定會賠錢 你要賠錢它偏偏漲給你看 這就是股票市場 你叫一個國小二年級的 對不對 選一支股票色飛鏢 搞不好都比我們怎麼樣 今天進場選的股票要來的準 所以股市不是大學教授來做就可以贏的 我認識很多大學經濟系統計系會計系的 這些高材生中的高材生 還是名校的不是講師 是教授 輸的怎麼樣 輸的一塌糊塗啊 我研究基本面 這個1PS很好怎樣 還是死啊 對不對 那老船長 那這樣子的話 連你也會死 我說 我們可能死的比人家要慢 因為我們在股市經驗多 經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你必須要一天兩天 一年兩年這樣累積的 你是沒有辦法跳躍的 我們在股市幾十年的經驗了嘛 那這一點就贏過很多 新來到股市的新手嘛 對不對 你不是常聽人家講嗎 新手看價 老手看量 看個頭啊 很多東西價量都是可以人為操作的 能夠講出這句話 表示我們已經超越了價錢跟量了 我們知道那個都是騙人的 量可以左手丟給右手啊 什麼叫老手看量 會講這句話 基本上就是豬腦袋250嘛 股市這麼簡單啊 看量就好 那人人發財 所以你到最後你會很迷惘 到底看什麼 好不好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多看 掃錯就是贏了 掃錯就是贏 你聽得懂 譬如說 豬頭山上完 有誰能贏 對吧 阿呆谷進場 不贏也難 有沒有 看到沒有 來 跟我唸一次 豬頭山完 有誰能贏 阿呆谷進場 不贏也難 這個是在講一個概率 也沒有一定 但至少豬頭山 跟阿呆谷大家懂嘛 對不對 我舉例玉龍汽車 看到沒有 我不是跟你們講 你要事後來看 我再講一次 很多東西事後來看 老船長事後來看 都已經來不及了 不一定喔 事後來看 你的判斷準不準 如果你的判斷是對的 事後來看 你就是對 你看好這檔股票 事後來看 你在豬頭山看好 那你就是錯 我這樣講有錯嗎 對耶 老船長你看 這是玉龍汽車 對不對 這裡叫什麼 事後來看 這叫什麼 這叫豬頭山 這個叫阿呆谷 對不對 漲到八九十你去玩 豬頭山玩 有誰能贏呢 但是阿呆谷進場 不贏也難 我現在就假設 玉龍來到阿呆谷 那如果玉龍再往下跌 跌到四十塊 那老船長就是什麼 就是豬腦袋嘛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我把一個腰部 當作是底部了 事後證明我就是豬腦袋啊 沒有錯吧 老船長你這樣講有道理喔 那全台灣所有分析師 有哪一個敢講說 這裡一定還會再跌的 就算他講了 我們要事後來印證吧 對啊 老船長 所以你跟一個 智慧夠高的 經驗夠多 各方面 都很好的人 你跟著他長線操作 你覺得你贏的機率大不大 我覺得是大的 那你才剛來股市 一兩年 你就開始大放厥詞 就像那時候不是學生股神嗎 搭到貨櫃山雄的列車 覺得自己好了不起 後來輸到什麼脫庫啊 那個就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老船長講的才是對的 我們來股票市場 是要長時間的 不是說只看短時間的 那裕容汽車 我這邊就跟你判斷嘛 他在這邊洗盤洗了四個月 這個鋼板為什麼最後沒有跌破 而是向上突破 我現在就考你 你講啊 講不出來你就罵咖嘛對不對 因為電動車開始怎麼樣 一個月賣一千多台 四月份 所以五月份大漲了嘛 對不對 那這裡為什麼是鋼板 在洗在等電動車照不照的出來 結果果然照出來 而且賣第一名 五月份拉抬一波嘛 那這邊七十五七十六 一堆豬腦袋跑去追嘛 對不對 那這個在短線來看 這裡就是豬頭山嘛 這裡就是阿呆骨嘛 對不對 那你說老船長不對啊 阿呆骨應該在這裡啊 神經病啊 那你就慢慢等嘛 你等到頭髮都白牙齒掉光了 那他不回來這裡的話 那是不是就不要底部進場了 你就等啊 所以底部 每一個階段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你在去學技術分析的時候 你的老師自己都搞不懂的 我告訴你那層次是不同的 每一個時段它都有它的底部跟頭部 換句話說也都有它的阿呆骨跟豬頭山 你明白嗎 那所以現在呢我們來看 這裡就是豬頭山嘛 這裡就是阿呆骨 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講 好 那既然這邊是阿呆骨 它今天回到了起漲點 看到沒有 對過來 這就是起漲 那會漲這一波是因為電動車開始大賣 賣第一名賣一千多輛 那接下來電動車會不會賣更多 當然要賣啊 而且要賣超過一萬輛啊 所以我認為這裡 漲到這裡很正常 對不對壓回來 回到了起漲點 也是阿呆骨 那這個為什麼我認為它會突破很簡單 因為未來要賣的盒子是一千輛 應該是上萬輛 所以呢 它會重新再來往上走 來挑戰這個豬頭山 那這邊你認為會不會過 這裡是沒有電動車 這裡是一個夢 電動車還沒有造出來 現在已經造出來賣第一名了 所以這個豬頭山我認為會被突破 明白嗎 然後我已經講了N次 我第一次就講 我們來做育龍汽車 我們是長線做這支股票 長線你聽得懂嗎 長線起碼要做半年到一年了 網路上就有白癡豬腦袋說 短線沒有漲老船長就說改長線 像這種就是混蛋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在我的Light 8就講 我說玉龍汽車 是我們第一支長線看好的股票 你要做長的人你再做玉龍汽車 證據都在 那當然啦 會在網路上散播謠言的 在我來看就是垃圾 垃圾你知道嗎 你以為你講完我就會怎麼樣 以為你的話人家會信嗎 那些真的是很可悲啦 絕對沒有錢 搞不好連一張玉龍汽車都買不起 在那邊打鍵盤神經病 那所以你們要收看老船長的節目 我給你們正確的觀念 你買玉龍汽車 絕對不能說我短線就要賺錢 我一開始為什麼強調 一定要長線 證據都擺在Light 8 節目上已經講了無數次 就是要做長線 長線起碼半年到一年 對不對 那我覺得它會漲一倍 大家到時候可以來看 那老船長如果 好啦講長一點一年後 還沒有一倍怎麼辦 那我就是白癡笨蛋豬腦袋 對不對 我的節目以後你不要看 更不要說加入我的會員 如果是咧 對你來說有什麼幫助 沒有啊 因為你是看戲的 你又沒有買 所以股票市場難在哪裡 你呢 一定要怎麼樣 去做動作 那你要半信半疑 這個人講的話到底能不能聽 那你要看他在市場多少年 他過去的風評是騙 還是怎麼樣 那我老船長開大門走正路啊 全國這麼多分析師喔 只有我一位敢 就著自己死的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其他的哪一個敢 我說過這十幾年來 快二十年 有任何一位敢 我就退出頭顧業 沒有人敢嘛 為什麼不敢 每天騙啊 對不對 所以有育龍汽車的 我最近跟你說 你一定要來跟著我 否則你可能 現在已經被洗下車了 那哪天他突然往上大漲的時候 你是不是痛不欲生 對不對 不要省那一咪咪的會費 今天還有育龍汽車的 其實我已經不大相信了 觀眾朋友還有的喔 你就打電話進來 我會交代我的業務助理 讓他用很輕鬆的方式 就讓你先跟著谷海老船長 來操作這一檔股票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出發